欢迎收看灿烂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惠客室 是由公式新闻一体中心PNN 公民行动已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制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的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问题 它背后所存在的一些制度跟结构的 这些更重要的一些面向 让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在社会运动当中只有抗争 但是其实并不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所谓的抗争的背后 其实有更多的理论 更多的观点 更多的真实的生命 其实都需要我们持续的关心 那在台湾常常会有一种争议 到底环境重要还是 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重要 或者所谓工业发展的重要 但是我常会觉得说 这其实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到底你要发展什么样经济 其实是不是永续 或是这个经济 它不竟然会跟所谓的环境的保护 是有冲突 有时候是因为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太执着于某些的这个专业的技术 或是太执着于某些的 这种所谓的利润的取得 所以它被迫让这些所谓的环境 或者是自然生态造成的牺牲 可是这个牺牲绝对不会是一天两天 它可能是几百年几千年的这个后果 那最近呢 中游其实也打算在这个桃园观塘工业区 这个去新建第三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 这个消息传出来 其实桃园在地的一些环保团体 对这样一种做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满 因为桃园在地的环保团体 其实对于当地的这个藻礁的生态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进行抢救 也在做这样一个维护 而且他们也发现在这个地区 有出现台湾一级保育类的生物 柴山多贝孔珊瑚 所以在前几天他们召开了记者会 希望能够去抢救这个珊瑚 抢救这个在地的环境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桃园在地联盟的理事长潘中正潘老师 潘老师你好 关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潘老师其实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 不过当时您都还是一个公民记者 那透过那时候已经从学校退休 然后开始去关心这个从事环保运动 然后透过影像的记录来做报导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让人家感动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 不是公民记者 是要谈这个藻礁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什么是藻礁吗 这样一个生态 这样一种生物对我们的环境的影响 是什么呢 珊瑚礁大家都耳熟能详嘛 你从影片上从图片上呢 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画面 那因为它就是所谓的海中热带雨林 这海中热带雨林呢 它的关键就是它有一个非常丰富的 完整的生态系 比如说里面的植物是非常丰富的 有了这些底层的植物 然后就有很多的动物会去那里觅食 小动物来然后大动物也来 所以整个海里面的珊瑚礁的生态呢 大家都感觉到非常有趣 非常的生动 藻礁就是比较少人听到的 那我们简单的说 珊瑚礁是动物藻礁 是珊瑚虫 用它们的骨骼死亡了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礁体 所以它成长的速度比较快 大概平均一年可以长个一公分以上 那藻类造胶就不同 我现在说的藻类就是不同于 动物造胶的藻类 我们过去有人说那个叫植物造胶 最近听说分类上呢 把植物跟藻类也分开了 所以我想用藻类造胶会比较恰当 那这个藻类造胶的速度就非常的慢 它可以慢到就是 它像油漆在刷薄薄的一层一样的成长 就是有一个膜慢慢的这个所谓的累积起来 它在一些坚硬的基底上面呢 长得薄薄的一层 死亡之后它也会留下碳酸钙 那这个碳酸钙呢就是胶体的一部分 然后基年累月不断的堆垒堆垒 那我们桃园的藻礁 就台大戴山凤教授呢 他的资料显示 已经有7600年以上的历史 哇 这么长 对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藻礁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7地 那除了是生物的7地之外呢 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地质的多样性 也就是说在世界上呢 我们看到很多珊瑚礁的美景 但是藻礁的大片的美景却不容易看到 那是因为一般的海岸呢 大部分水质都蛮清澈的 除非我们人为去破坏它 在环境比如说水质比较干净 那光合作用比较强烈的时候 珊瑚就会长得很好 那这个时候藻类造胶呢 就不容易跟它抢地盘 藻类会显得比较弱势 但是附近的环境呢 如果有一局部的地区呢 是比如说温度低一点啊 或者是说水浑浊一点 这个时候珊瑚虫长不好 藻类造胶就会在那里 所以它必须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之下 它才有办法成长 应该是说它本来都可以成长 但是因为珊瑚礁的部分 长得强势的地方 它是抢不过它们 所以稍微环境比较差一点的 反而它的耐受性强 所以在某一些地区 它是可以长得出来 而像桃园这样 可以连绵27公里的地方 在全世界来说就非常少见 我们这里会有形成 27公里的藻礁地形 第一个就是我们桃园海边有沙丘地形 这个沙丘地形呢 当浪打上来之后 沙子会被倒流回去一部分 那这些倒流的就在海岸边呢 就让这个水质没有那么清澈 另外我们很多的水 本来随着河流就流到大海 但是有一些地方是进入到沙丘附近 它是随着那个沙丘底下的浮流水 慢慢地流到岸边 那流到岸边呢 这些水也会造成 这些岸边的水的沿度啦 或是什么这些呢降低 那这个时候珊瑚也长不好 这样的环境呢 藻礁就可以在这里成长 那这次你们特别提到了 这个所谓一级保育类生物 柴山多杯珊瑚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珊瑚类型 或者说它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它才有办法去慢慢地成长养成 柴山多杯珊瑚呢 说实在我认识不够 是最近呢 陈兆伦博士看到我们这边 拍过一张照片 他一眼看了就觉得 这个应该是他曾经探索过的 而且经过鉴定之后 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所以他就特地过来跟我们了解 那问了之后呢 他请我们带他去看 先看过一次 他一眼发现 这个70%以上就是那个 濒临绝种的柴山多杯珊瑚 那后来呢就决定 让我们在6月8号的海洋日那一天呢 我们到现场去 除了找到那些之后 还找到了好几个不同的族群 最后他就把它采样回去 做一个DNA相关的鉴定 一个非常完整的鉴定出来之后确认 所以我们昨天开记者会 跟大家跟社会大众公布 大家都觉得哎呀 在某一些学者的眼中 这个地方是没什么生态的 生物也不多 是可以给中油开发的 实际上这里不但生物不少 而且还有濒临绝种的动物 所以我们是觉得应该留下去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生物 或者是说它是一个 不只是台湾的资产 而且它肯定还是一个 这个人类非常重要的 一个自然的资产 可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大潭藻礁这个地方 它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们会选定 在这个地方去做 这个所谓第三天然气的 这个工作在 而且其实这个地方 不就是所谓的 关心关塘工业区吗 那这个长期工业区的发展之下 这里生态到底还剩多少 要这么说了 整个桃园 因为是全国工业大县 所以上万家的工厂 如果每天晚上 有十分之一的厂商 或者是百分之一的厂商 它给你偷拍的话 我们的海岸都是非常脏的 那这个脏在几年前 也就是齐柏林的公拍 那个看见台湾纪录片之前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 海岸是黑的红的 可是看见台湾 我说祈祷给我们特别怀念的地方 就是他看见台湾之后 我们的海岸的水质开始改变 那原来有许多地方呢 那个藻礁都是被污染到 完全看不到生态 那这两年 我们都开始慢慢的看到 它生态回来 所以生态其实是 你不必刻意的去保护它 你只要不要去污染它 它就会回来 降低那个污染减少排放 它就会自己回来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蛮重大的原因 就是日月光那件事情 日月光当时水污乳法的罚则 只有六十万嘛 后来改为两千万了之后 我们就在一年之间就发现 桃园的许多海边 开始出现花隔之类的 那就表示水质明显在改进 所以有好的政策呢 其实这些企业也会 很认真地面对他们的污染问题 那回头来说到这个观塘工业区 观塘工业区其实是在 这个现在我们已经化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 观塘工业区的北方 它其实跟观塘工业区是 虽然整个来说是整个桃园27公里的 完整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其实是有区隔的 那这个观塘工业区呢 其实是在1998年之前 他们就已经透过东地市 陈友豪的集团买了这一个 我们的海岸边大概用10亿买了230公顷的 海岸的地 那他们预计就是要做天然气接收站 他们是看准了台湾天然气 未来的需求是非常强的 那这一部分呢 他们当然也期待就是大潭电厂 在2003年要招标的时候 他可以拿到那个天然气的供输权 那他们在2001年开工 开工了之后呢就等着那个招标 结果2003年招标的时候输给中油 也就是他买的那块地呢在输给中油之后 变成了一块废地 那这块地呢在财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他们天天想的就是要如何把它解套卖掉 可是在国内其他的企业没有做这方面的事业 所以最后还是只有把它想办法卖给我们国营企业 所以在2011年那个时候呢 吴志阳县长他想要把桃园的炼油厂 迁厂到关塘工业区 我认为是第一次财团要解套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观音和新屋的人都觉得 那个时候正好是六清卖掉 和后进的五清呢经常爆炸的时候 那六清附近的居民常常致癌啦 这些讯息经常出现 所以我们当时两厢的居民呢就有意识 就站起来组一个叫观音不要炼油厂自救会 结果也因为第二年的一月份正好就是总统大选 对 有大选的这样的一个牵制效应 后来那件事情被我们挡下来 对 那是我们藻礁算是第二次逃过那个劫难 第一次就是2003年 他们冬地是没有标到那一件事 而中游也不愿意用那一块地 所以中游很早就认为那一块地 不适合做天然气接收战 因为早在民国83年的时候 张子元当经济部长 他就曾经说观塘那一带的海象不佳 潮差太大 那操作那些卸收天然气的那个日数太少 所以他们一直都对那一块没兴趣 可是没想到这几年呢 因为说非核家园呢 然后又说中南部PM2.5很严重 我们需要天然气发电的这样的天然气需求 就开始说非观塘不可 这点我们是绝不认同 为什么呢 在之前的这个评估不就是觉得 这边的所谓的天后或是那边海上 其实都不赞成去做这样一个设置 为什么他突然间又觉得是可以 只是一个单纯的 觉得是因为非核家园的原因吗 所以我们比较怀疑背后是财团要解套 我就说天然气接收站一定有非常多的地点可以做 甚至说甚至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不做 我认为也还没有很严重的急迫的那个时程 比如说2014年当时的经济部长杜子军 在8月30号的新闻上就有报道 他说那个时候中油跟台电都想要做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可是经济部最后裁定是给中油做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让中油做 因为中油已经有第一天然气接收站永安的 和第二天然气接收站台中 这两个他们都已经做得非常完善 万一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呢 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时候 这两个天然气接收站是可以调度的 那就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油一直强调 非在这里做不可的那个时程 其实是有问题的 其实也就是说他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处理 对甚至包括比如说 如果我们在海上做一个接收站 再把那个管子接进来 那这样就不会造成我们藻礁的伤害 这不是真正的双赢吗 可是我们在他们做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战指的可行进屏幕报告里面 完全没有看到这一部分的论述 这部分我们可以在待会下一段我们再继续来谈 也许我们在下一段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来讨论一件事情说 万一真的在那个地方做了 那这个大谈藻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台湾的生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浩劫 或者是说就像您刚刚谈到 它背后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一个 官商之间的非常暧昧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你们怎么会知道它是有关系 或者是你刚才提到说 你们有提出了一些解套的方法 那为什么官方并没有去接受 或者是去参考你们所提出的解套方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来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远载报新闻 劳动部推动一例休 7月将启动劳减 博国内多个交通运输业工会 对于排班人有疑虑 员工不满资方没有增补 人力还硬要排除写函版表 去年6月 1800多名华航空服员发起罢工 抗议资方要求签署 被称为奴工条款的责任制约定书 当时行政院院长林全曾指示 要全面改革华航 但也过去了不少空服员 仍然在飞过劳航班 不止航空业 这个月9号铁路节 台铁产业工会员工到劳动部陈勤 指控台铁的违法颁表 让员工写汉工作 因此多个交通运输业工会 集体串联与周五下午 到交通部陈勤抗议 纷纷让象征写汉的红色水球 夹向交通部大门 交通部长贺承淡回应 一定会增补人力 虽然结果并非人人满意 但会与工会持续沟通 高教官会等团体 于周四上午到教育部前抗议 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整起事件是因为 永达技术学院 今年8月就停办满三年 原来必须被解散清算 把校场回归公共 但教育部却在今年1月 修改专科以上学校的设立 变更停办办法 让永达被解散清算的时间 延后到109年1月 高教官会指 以教育部黑箱放宽 私校退场机制 高教官会指出 永达三年前停办期间 没有师生 没有校务会议 也没有社会监督 莫名其妙就花掉4亿元资产 而教育部是主管机关 没有彻查 反而制定新办法 为永达解套 但教育部则澄清 是要让规范更完备 才修改规定 以避免学校不当挪用 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在台营运期间 使用致癌溶剂污染土地 导致员工离癌 529名RCA受害员工 经过长达17年的诉讼 在2015年一审获判胜诉后 后续有1147名 RCA受害员工出面 循着第一批的路 向法院申请诉讼求助 希望4000多万的裁判费 占于免缴 一审法院也已裁定准语 但在二审却被驳回 让义务律师相当不解 这项判决结果 引来RCA受害员工的不满 23号上午到高等法院抗议 目前也已上诉到三审 呼吁最高法院 做出对旨在劳工 最有力的盘军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在刚刚的大元彩的新闻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礼拜发生的 有关于社会运动的几则新闻 那其中一则新闻 其实你会看到我们的运输业 都已经在沸腾了 去年华航罢工 后来也发生了像复兴航空的事件 那接连着包括像台铁员工的 这个颁表的物体问题 以及包括游览车司机的过劳 还有这个物流运输业等等的 这样的一种 也开始慢慢的组成的一些工会 你会发现在台湾 不管是陆海空都看到了这样的一种 在过度的劳动的状态底下 在身体在心理上面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样一个伤害最终受害的 绝对不是这些劳工的本身 还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 被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所以他们在前几天到交通部 前面去抗议 希望能够去更关注去改善 他们的劳动条件 我们也会持续的 跟大家来去追踪关心 这样的一个议题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在谈到的是桃园大潭藻礁 它几乎要面临到一个 非常大的生态的浩劫 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桃园在地联盟的潘中正潘老师 潘老师你好 嗨 管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 有提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 过去的关塘关心工业区的设置 其实已经对这个地方造成了一些伤害 不过因为包括齐柏林导演拍的看见台湾 或是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工业伤害 造成的污染也唤起了大家的关注 所以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态 也慢慢的这个恢复回来了 不过其实在前一阵子 这个中游要继续在这个关塘工业区 新建这个第三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 也让在地的团体非常非常的担心跟焦虑 我想要请教潘老师 如果这个第三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 如果真的设置了 那对当地的这个生态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他们做的第三天然气 接收站呢 其实是要填海造陆 那填海造陆的话呢 就是整个把漆地给活埋了 那就完全就看不到了不是吗 那里的藻礁如果第一期是77.2公顷 那77.2公顷有一部分是被漂沙掩埋了 那个漂沙的来源是因为当时东地 是做了一些港口 或者是一些涂体的措施 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破坏了 它那个破坏在我们来看 你只要把体拆掉 漂沙会自然的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那些藻礁还是会漏出 那我们说大自然 它生态是会自己回来的 你只要把漆地还给它就好了 那我们就发现到 如果你就现在在这里做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初期的工程77.2公顷 就被填海造陆了之后 它的整个1999年通过的环平计划 是230公顷 通通要填海造陆 那我们在想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 这个地方所谓的漆地 在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认为澳洲的大宝礁 是大家都觉得全世界最重要的 生物礁的一个代表性的地方 那台湾的这一段27公里的藻礁 也是世界上代表藻礁生态系 最重要的一个藻礁 这个生态系如果中间被这样一埋掉 我们也会发现到 因为它的港口和各种的设施呢 相当于到有三公里那样的一个 那个土地那么长 那它会对北岸和南岸的 比如说现在正在所谓 已经化为野生动物保护器的 关心藻礁 和它的北边中央大学有做个调查报告 就是市政府委托他们的 说白玉那一部分呢也要化为自然地井 或者是自然地井公园 那这两个地方也都会受到 这一个工程的影响 那这样的话呢 等于说我们整个桃源的藻礁的生态系呢 是会完全地破坏掉 所以如果这样子做 原来的那个保护区的设置 它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不是吗 差不多 他们一直强调他们会把关心藻礁这边呢 做好它的保育工作 而且说他们现在做的工程呢 并不在保护区内 可是你这个工程就紧邻着这个保护区 而你的涂体效应 甚至会把他们将近一半的海岸 通通被那个飘杀掩埋 所以其实到未来 假设不管是做的过程 或是做好的结果 那个所谓的洋流的这个移动 或者是这个对于生态的影响 其实都会慢慢地发生 是那个慢慢发生到后来 会是所有的藻礁的生态系 通通被破坏 这个天然气的工作站到底是要做什么 有这么重要 一定要做这个东西吗 在中油来说 这个是他们唯一的方案 他们的意思是说 小英上台之后呢 一直强调就是台湾要在2025年 要达到非核家园的目标 那最近几年中南部空污 都经常指报嘛 那如果指报的话呢 那燃煤电厂你就要降载 降载了之后 那什么来替代它 他们就认为天然气是短期间 最好的一个替代方案 那这样他们就想把大潭电厂 由现在的占全国发电量的11% 提升到23.5% 那这个很可怕 各个国家现在发电厂的趋势 都是往小型的社区型的来建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还要把一个发电厂 发展到甚至占了全国将近25% 四分之一的这样的量 那这个在国安上甚至在各种的安全上 我们觉得都是不对的一个选择 不过能源政策 它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评估嘛 那你今天既来要去做非核家园 然后这个所谓的蓝煤 又会造成这个污染 那当然往天然气发展 似乎是另外一种可行的做法 对这个我们也没有反对 那这样子为什么不好呢 就是我们只要去把这个环境做好 那我们让这个能源的分配做好 那不是一个可以让所谓的空气污染 或是这样环境保护 或是经济发展 它都可以共同的存在 然后达到一种平衡的做法嘛 是我们支持就是说 在燃煤电厂要降载 那天然气呢 让它占比高一点没有关系 大潭电厂呢 我说在地人虽然过去 也经常在吸收的污染的空气 现在即使提高了一倍 我觉得他们都能接受 但是他们发现到自己家乡 有这种国宝级的 甚至陈昭伦博士的看法是 这个是有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藻礁 当他们发现到自己的家乡 有这样的藻礁地景的时候呢 它竟然就要马上被活埋掉 然后他们整个大潭海岸呢 就零公里的海岸 因为完全变成是水泥的海岸 这个他们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那整个大潭里现在呢 周边都是陶科工业区 环科工业区 然后加上大潭电厂 他们这个礼呢 会变成未来的悲惨的状况 就是台湾现在的灵弊效应非常严重 比如说最近 龙潭的高原 它原来是个变电手 他们也想要做 台电也想在那里设天然气接收 不是接收站 是燃烧天然气的电厂 可是当地军民一抗议 我们郑市长呢 也到现场去支持他们说 龙潭好山好水 不可以做电厂 可是我们海边这里 就不是好山好水吗 我们藻礁甚至是 有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地方 但是他却没有表示意见 他就默许他们 所以你们刚刚有特别谈到 在外海的地方 就是不要在这个 就是说不是在 不要去活埋我们藻礁 那去设立一个工作站 是可行的方法 你们有把这个建议去跟 这个政府或者跟中油去做讨论吗 他们的态度跟反应是什么 有 我们很多次都跟 比如说中油的副总见面 我们跟他说 过去就曾经有要在海上 做那个天然气接收站 那这种海上天然气接收站呢 你做好了之后 管子接进来就好嘛 你就不必去把我们藻礁埋掉 这不是真正的双赢吗 但是我们只要这么一说 他们就说那个不可行 他的不可行也没有任何的论述 为什么有经过评估 有提出一些论据 我没有看到这一个 因为我在他们所谓的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 暂止评估的研究报告里面 就没有看到他们提出这一方面的 可是在当年就是 陈尤豪要做这一个 天然气接收站的时候 曾经有好几家公司 都想要来抢这块大饼 那个时候的美商美孚公司 他们就有要做 那个海上平台式的接收站 如果当时就有这样 18年后的科学技术 我相信一定更好 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比较怀疑 这个天然气接收站呢 一直说唯一的方案就是在关堂 我们比较怀疑背后是有 怎么说 我们这样简单的说 东地是在19大概97年 98年之前 就把那块地买下来 很便宜的买了我们的国有地 国有地可以被卖吗 我们第一点也觉得质疑 因为那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官商的 特殊的关系 那好 终于他们就是买到了 而且很便宜 10亿元买了230公顷 可是他们很期待能够取得 大潭电厂的天然气的供输权 却在2001年开工 然后2003年的标案的时候呢 失败了 他输给中油 而中油本来就不认为 那块地适合盖 所以他们那块地变成是烫手山芋 这个烫手山芋就财团来说 随时都希望能够解套能够卖掉 而且能够卖到好价钱当然是最好 他可以脱手 对 可是中油没有兴趣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买住 但是我说财团绝对不会就这样甘休的 他们政商关系都是非常 很善于去做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发现2011年就有这个问题 那个吴志阳县长当时就是想把 我们桃园有个电影油厂 他希望能够迁到观塘工业区 这就很明显 财团解套的动作出来了 可是那一次我们当地人把它挡住了 挡住了之后现在又来了 也就是说财团想要解套 那是一天都不会停止 除非它解套了 那什么时候解套 我们就发现了去年11月18号 中油董事会确认把东顶并购了 花了多少钱 22.8亿 那隔天我们就在新闻上面发现到 那个绿营的立委叫黄伟哲的 他就直询中油的董事长 曾经德 你们这件并购案有没有图例他人 因为22.8亿 你们再去帮他们解套嘛 是 所以这让我们非常的愤怒 所以到底政府跟这些财团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密切的往来 说明我们必须要更多的这些证据 才能够再做比较明确的 这样的一种说法 不过有个东西还蛮重要 就是你们已经提出了 这个所谓的可行的这种 所谓的解套方法 或者其他的施作的方式 那么这个施作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也许我们的地方政府 或者是所谓的主管机关 可以把这个施作方式是拿出来 做一些更广泛的讨论 要不然常常会让他觉得说 台湾就是出现一种所谓的 专家官僚的这种复合体 变成是某种专业去做决定 但是在现实上面 他未必是只有一种方法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记得当时的 现代桃园市市长这个郑文燦 在过去参选的时候 其实也曾经带着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议员然后去支持你们 那他现在的态度又是怎么样 这一点说来我们就觉得 非常的遗憾 2014年8月14号 我们到县议会去抗议 那个时候亚东石化 在我们偏北的大枯西的北岸 白玉的那一带 他们也去开膛颇度 因为他们要做一个 临时卸收的港口 那个是县政府准他们做的 所以我们去抗议的时候 郑文燦带着他的 民进党的县议会的党团 跟着我们一起抗议 抗议完了之后呢 他们还开记者会 然后大声的喊口号 说保护藻礁永不妥协 那我们把这个就当成是 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核心价值 是跟我们一样的 所以我们对他们 真的是抱着非常高的期待 结果选举变天 真的是他当选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说 以后藻礁没事了吧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对 结果呢事与愿违 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地跟他接触 因为地方政府有权化自然地景 或者是自然保留区这些 以文字法的方式就可以把它保护下来的 可是我们一再地提醒他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回应我们 我们有两次 不回应是什么意思 不回应就是不正面地告诉你 我要不要保护 我们在2015年4月25号吧 我们办了每年那是第四届的 我们的藻礁建行 那每一次都有三千人来 我们希望他在这一次的场合里面呢 跟大家宣布 他会保护这27公里的藻礁 但是他不愿意说 事先我们跟主管的农业局 这些都已经讲好了 农业局的科长这些也跟我们说 应该没有问题 郑市长是非常有 但是之前有说明确的说 他会保护嘛 我们甚至还有跟他有签过约 2012年我们就跟他签约了 那时候关心藻礁 我们希望他化为自然保留区 他就签了约 那他当选了之后 我们也有跟市长一次见面 那见面里面我们也写得很清楚 27公里的藻礁是要化为保护区 我们都没有强调 一定要文字法的自然保留区 你只要有一个保护区 不会被开发就好 那之后我们还不断提醒他 第三天人机接受战亚来了 那大潭藻礁这里有可能会被天海遭避 他都不回应 他不回应我们也很头痛 后来我们就找时间去赌他 赌他他就说这是中央规划的 那这个就违背我们的认知了 是中央规划的那就跟你没关吗 你明明有权利去保护他 如果是中央规划他还是可以持续的去跟中央 去表达你的意见表达你的生意吗 这也是一种可以去解决的方法 万一真的不是地方政府可以做的话 而且是中央规划你也可以跟我们说明 到底中央规划哪里需要什么这些都没有 我想这是一个环保团体在这长期的参与 这个所谓的关心社会 可能常常会有某种的这种所谓的挫折感 但是这个挫折感坦白说他常常参加运动人 他必须要某种的习惯 因为这个挫折政治人物的程度 未必是一定可以达这所谓的对线的 让我们可能有必须要更大的力量 再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有关于这个大潭藻礁的部分 其实他跟整个的这个台湾的环境生态 或是全球生态都有很大的关系 地方团体已经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 也许是另外一种可以去思考 或是去做一种公共讨论的可能 今天非常谢谢潘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请教 潘老师相关的问题谢谢 我们下礼拜共同再会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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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